南华早报最近全文刊登出无界明新观点 内容提到新冠病毒疫情下 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却针锋相对 其实不少美国民众心中都希望 美中两国合作对抗新冠病毒 最新民意调查也显示 尽管存在美中政治摩擦 但仍有28%的受调查对象表示 支持本国与中国合作抗击疫情 同样受新冠病毒威胁 不仅美中两国的大学实验室 都迅速建立了研究伙伴关系 两国的生物制药公司也尽相开发疫苗 其中一些企业已已经开始联手 研究安全有效的疫苗 另外中美企业也在应对危机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无论是美籍华商还是中国企业家 都为中美两国的医护人员和民众 捐赠了医疗物资 拯救了无数的生命 吴建民表示 从捐赠医疗用品到达成科学领域的合作 中美的科学家 商界领袖和民众都展现出了合作的意愿 因此呼吁两国政府 也应透过合作来赢得这场战役 另外 为解决全球疫情挑战与两国经济困境 吴建民还建议 两国政府应该保持对话 并且共同努力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问题 主要原因是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正逐渐恶化 并将波及全球金融体系 而一个不以美中合作为基础的 多边应对方案终将失败 对此 中美两国应该达成共识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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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署 Hello Hello No